每当我悲伤过 也被暴雨淋过 他说张绍涵的唱功 那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甚至有时候伴奏对他来说 都是多余的 因为他也是一个宠粉狂魔呀 有一次他在演唱隐形的翅膀时 因为台下观众一直在合唱 但伴奏声音却太大 坠盖住了观众的声音 所以张绍涵就当场叫停伴奏 清唱来和观众互动 你等我们把音乐关掉 我们把音乐关掉 你看吧 我说你们是不是太吵 所以我们把音乐关掉 我终于看到 所有梦想都开花 追逐的年轻歌声多亮亮 我终于要笑 有心里我不太大 爱你回夜风就飞多远吧 张绍涵在国外演唱的一首 《第五元素》中的经典插曲 惊艳了无数听众 要知道这首歌的难度非常之高 就连原版都是用电脑合成 但张绍涵却只用一部手机 就现场随口唱出 虽然没有原版那么震撼 但这个条件下能唱成这样 足以说明她的强悍唱功了 有心里的音乐关掉 又有心里的水 在这首歌的风格中的影响 从来的音乐关跳 对我们在北海上 再重新歌的音乐关掉 ホント有心里的音乐关掉 不快他们将来的音乐关掉 不快他们将来的音乐关掉 对我们的音乐关掉 不快他们还会有心里表示 邓紫棋也经常在各种场合清唱 就好像对于他来说 伴奏早就在心中了 有没有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只要他一开口 跟录音室版本好像区别也不大呀 演唱会时也会发生突发情况 张杰在一次演唱会上唱得正兴起呢 没想到伴奏却突然断了 但作为经验丰富的歌手 张杰临危不乱 直接开启了清唱模式 对于这样的歌手 能在现场难倒他们的 估计只有忘记歌词了 风连起 心爱似浪淘沙 遇见他 如春水银梨花 回见短天涯 相思情放下 梦中我痴痴牵挂